最近气温一天比一天还要升高 随着夏季脚步接近 许多民众也开始计划着要到海边游玩 不过日前在石门海岸 德乡台北轮船的漏游事件 不仅是影响到石门洞沿岸的渔民生计 更连带影响到观光 而在临近的溪水圣地白沙湾 日前更有游客发现在海上有不明的泡沫 担心是由无所至 而对此北关处表示白沙湾并没有遭受到污染 游客的反应 我们管理处也有请环保署的专业的人员 到现场去看 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管理处 为了五月份我们白沙湾要开放 所以我们有在做那个沙滩的整理 那沙滩在整理的时候 那个浪会做一些冲刷 所以会有造成一些泡沫 北关处表示由于到每年的五月一号 就是白沙湾游戏水域的开放日期 而在这之前 北关处都会针对白沙湾的海滩 进行暗沙整理 调动怪手机具来整理沙滩 再经过海浪冲刷才会形成泡沫 而对于五月一号的开放并没有影响 那我们白沙湾呢 也已经都准备好 预计在五月份 五月一号正式来开放 那欢迎游客能来这边 带着亲子来这边游玩 北关处表示在民众通报的当下 也赶紧请环保署人员来到现场勘察 经过确认当时海象不佳 加上潮汐才会产生泡沫 并非油污 而紧接下来的白沙湾水域开放 也会如期进行 民众可以安心细水 但是还是要注意水域安全 记者调评和许端一 时门采访报道